我对低碳和节约是非常有感触的 因为我是个环保主义者 我也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间 做了两部电影去为野生动物 一个是可可西里 一个是诞生在中国 我觉得低碳和环保 还有简约 简约代表着节省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理念 是一个非常文明的理念 代表着一种文明的体现 低碳是想保护地球 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我们亚运会要办 要办得精彩 但是在 应该是在有效的和有限的 节制的资金中间去把它办好 而不是无限的放大 我们最开始报上去的人数是 六千九百多名 后来是六千六百多名 后来是逐渐地在降 四千多名 三千多名 现在是两千多名 砍掉了三分之二 砍掉三分之二 这个文艺演出的时长也是不断地在缩短 不断地缩短 包括整个的仪式的时长也在缩短 就在前天 就在前天 大前天 对大前天 我早上一醒来七点多钟 接到通知 整个的仪式再缩减十五分钟 再缩减十五分钟 难度也很大 我觉得心疼难度也很大 其实我觉得到这个时候就不是心疼的问题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姿态 决心这是个姿态 这是个战斗任务就得完成 因为其实从我自己内心来说 因为我也参与了很多电影的发行 就是一部电影的时长 超过一定的时长 比如你超过两个小时 其实对于发行来说就是有难度的 那么作为一个仪式来说 它也有一个坎 这个坎你超过了这个时长 不能不看 它对于未来的传播是有巨大帮助的 压掉十五分钟可能就会好很多 另外就是整个节目也会更紧凑 我觉得也是一种态度吧